博客论法国革命原文讲解 Edmond Burke,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博客这本书是在法国大革命刚爆发的时候 回应一个巴黎年轻人的询问 这第一封信写于1789年的10月 如果你想要了解这本书的背景以及写作的动机 可以参见前面的影片 前文的脉络是 一开始这个年轻人猜想 博客可能属于英国某一些支持法国革命社团的人 博客表示否认 他不只是否认自己属于这些社团 而是表示自己不是根据某种立场 某派某党的立场在讲这些话 博客表示自己是肯定理性自由等等精神理想 但是对于法国革命是不是真的在时间这种理想表示疑虑 接下来博客对于英国国内支持法国革命的两个社团 一个叫立宪会 一个叫革命会 给予公正的评价描述 并且点出他们的行为有哪一些不当之处 马上进入正文 不过说在这个社团 这个脉络就是前文的革命会 这个社团过去讲出的精神原则或者他们的行为 至少是他们自己所宣称的 我呢 没有看到任何特别值得肯定或杰出之处 我认为很有可能的状况是 有些新成员为了某一些目的加入了这个社团 这些成员呢 可能是一些基督教信仰非常虔诚的政治人物 他们希望能够做一些慈善的东西 但是不希望让人们知道这些做慈善的来源是谁 也就是说不太想要让人们知道那是谁做的 the hand 那所以这些政治人物呢 就把这个社团革命会 当成是他们宗教目的 pious design的工具 whatever I may have reason to suspect concerning private management I shall speak of nothing as of uncertainty but what was public 这句话可以表现出伯克这个人的公正 伯克说他有合理 他有理由去怀疑这些会的一些私下的管理状况 但是I shall speak of nothing as of certainty 他说我不要把事情讲得 因为我是怀疑嘛 我并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确定 所以我就不要把事情讲得好像我很确定一样 他说他要谈的就是那些公诸于世 就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这表示他光明正大 他是谈那些人们都看到的事情 不是讲一种阴谋论 或者好像是在揭露什么秘密一样 好下一段 For one, I should be sorry to be thought directly or indirectly concerned in their proceedings 他说有一件事 就是我觉得很遗憾的 就是被人家认为 我跟这个会所做的事情有关联 他们可能认为我直接跟这个会有关联 或者间接有关联 反正我都觉得很遗憾了 下一句很长 I certainly take my full share along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By its public will I should think it at this improper and irregular for me to open the formal public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actual government of a foreign nation without the expressed authority of the government under which I live 博客说 我绝对是 take my full share 那share是部分 full share就是全部 所以take my full share 就是我尽全力 我尽力 我尽力怎么样呢 发挥我个人的能力 那这里 along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意思就是说 我跟全世界的人站在一起 他的意思就是 他前面有说的 他不是出自于某种人的立场 他认为他这个立场 是全人类的立场 所以就是跟 along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他一直尽全力 在做什么事情 他一直在思考 what has been done 以前的人做过什么 is doing 现在的人在做什么 on the public stage 这个public stage 就是公开的 这个stage public stage 其实大概就是指 公开的舞台 就是在指 人类历史舞台 那人类历史舞台 有过去的事 还有现在在发生的事 所以他说 in any place ancient or modern 就是任何地方 不管是古代 还是现代 那这样子的话 古代 现代 任何地方 过去的 现在的 那其实不就是一切了吗 所以这在精神概念上 就是指 他一直尽全力的 在研究 人类的 世界的历史 简单讲 他是一个求知者 好 那这边的 Republic of Rome 跟Republic of Paris 是一个对应啦 罗马共和 是西方政治史上 很重要的一段 因为这是政治课题 非常丰富的一段 历史时期 那 Republic of Paris 这个意涵呢 是指 路易十六 已经没有了实权 那国民会议掌权之下 就变成 像是一个Republic 那严格的Republic 就是指没有国王 所以 后来法国 真正变成Republic 其实路易十六 被砍头了 好 那接下来 博克表示 自己没有 General Apostolic Commission 就是有一种 好像在传宗教类的 那种使命感 那他说 他自己是一个 特定国家的国民 所以也很高程度上 受到这个国家 公论的影响 这什么意思呢 博克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你自己是 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是某个国家的国民 你既然有 这样子的身份 你就必须要 对这个身份 负某种责任 所以你也连带的 受到这个国家的公论 不过我们要注意一下 这里的公论 Public will 因为那个时候 还不是民主化时代 所以这个Public will 跟今天这种民意 是不太一样 它比较像是一种公论 它比较像是一种良心 或者是传统的意思 它是说受到这个东西的影响 所以博克说 我认为 如果去跟一个外国的 actual government 为什么要加一个actual 就是指 如果一个国家 它的状况不太明了 就会有所谓的 实际上的政府 可能就是指 实际上掌权的政府 那不应该跟外国政府展开 正式公开的交流通讯 这样子做是不适合的 不是常态的 因为你并没有 本国政府的授权 博克的意思是在暗示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或者这有一点像是 正民的思想 他的意思是说 你在没有正当公共性授权的状况之下 你不能以一个国民的姿态 或者是代表一个国家的态度 去跟外国政府交涉交流 这种行为是不恰当的 好 进入下一段 下一段比较长 我应该把它分成两段了 I should be still more unwilling to enter into that correspondence under anything like an equivocal description which to many unacquainted with our usages might make the address in which I joined appear as the act of persons in some sort of corporate capacity acknowledged by the laws of this kingdom and authorized to speak the sense of some part of it 又是很长一句 他说 他前面说他认为自己 如果没有政府授权 不应该做这种事 他说他更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 在用一种模拟两可的说法 去跟外国政府有这样子的交涉 因为这样子做呢 对于许多不了解我们习惯 或传统的人来说 他们就会认为 这样子交涉的 所讲出来的内容 是 the act of persons in some sort of corporate capacity 就是好像是众人的一种作为 很多人 而且这众人的作为 是被本国法律所肯定承认 或者是被授权 好像自己具有某种合法性 这句话的意思是 沿袭上一段 只是伯克讲得更清楚 他认为怎样的做法 是更加不当的 因为你是用一种模拟两可的说辞 然后好像自己具有某一种合法性 人们也因为这样可能会误解 然后你去跟外国政府有所交流交涉 当然在这边伯克的说法是 我认为我不愿意这样做 他其实暗示说 人不应该这样做 那反过来说 他可能是在表示 他要批评的对象这样子做了 下一句也很长 神呼吸一下 上优优优独播剧场 and have ushered into your national assembly with as much ceremony and parade and with as great a buzzer of applause as if you have been visited by the whole representative majesty of the whole English nation. 这句话很难,很难, 一方面是因为它很长, 另外一方面是它有讲到具体的事情, 但是它不是讲得非常具体, 其实这样子做是高明的, 是好的, 因为如果你讲得非常具体的话, 人们就会认为这是在批评 某年某月某日的某人, 那批评完就算了, 但博克讲的是一种道理, 意思是说人们不应该这样子做, 虽然他这里举的例子是当时的一个例子, 我们注意一下前面这个on account of, 就是说考虑到下面什么什么什么事情, 所以那个事情有很多, 主词是the house of commons, 所以意思是说英国下议会考虑到这些事情, 会拒绝这种非常sneaking, sneaking就是鬼鬼祟祟不光明正大, 他们拒绝这种非常不光明正大的请愿, 然后这种请愿的目的是非常琐碎的目标, 那国会考虑到什么呢? 他说这种整体没有授权的一种用语, 充满着模糊性、不确定性, 而同时在这种用语之下, 可能暗藏着一些就是说谎欺骗的状况, 他说国会对于这种东西会反对, 结果呢, under that mood of signature to which you have thrown open the folding doors of your presence chamber, 先讲一下presence chamber就是这种接待厅, 这个东西是外交的一种规格, 例如说外交部长接待外交部长, 然后是在外交部长等级的接待厅, 在像英国外交部里面, 他们就有好几种不同等级的接待厅, 什么样的规格接待什么样的人, 他的意思是说在signature就是签名, 可能是签名,可能是连署, 在一种连署的模式之下呢, 你们就打开了你们接待厅的大门, 这里的你们就是收信的对象一样, 就是指法国人, 他说你们法国人呢, 打开了你们的接待厅大门, 迎接一群带着以签名连署方式来的人, 就在暗指那个英国社团, 他们的情愿可能是被英国家医院拒绝了, 然后他们自我说明自己是什么的, 那些用词都非常含糊, 但是他们找到了一些人帮他们背书, 连署,签名等等, 但是这一份跑到法国, 可能是要表示自己赞颂, 肯定法国革命等等, 于是法国人就敞开他们的接待大厅, 把这些人引导到了, 引导到了国民会议, 然后摆出了阵仗, 有仪式, 列队欢迎, 大家鼓掌, 好像呢, 你们现在在接待的人, 是整个英国的整个代表一样, 好像你是在接在全英国的代表那样子的规格, 好, 接下来, 伯克讲这个话很了不起, 这一定是一个理性的人, 才能说出来话, 一个讲理的人, 伯克说, 这个社团呢, What this society has thought proper to send forth? 他说, 这个社团认为适当提出来的那些东西, 如果是一个论点, 是一种主张, 是一种道理, 那么这个主张到底是谁说的, 到底是何等人物说的, 不重要, 简单来讲, 你讲的是对的就是对的, 是谁讲的, 不重要, 这就是表示这个人重视对错, 不是重视权位, It will be neither the more nor the less convincing, on account of the party it came from, 这就是延续前面的, 他的意思是说, 你颁出来说, 我这个论点是哪一群人, 我是哪一个党派的主张来源是什么, 你讲这样子讲的时候, 你并不会让你的论点变得更有说服力, 或更没有说服力, but this is only a vote and resolution, it stands solely on authority, and in this case, it is the mere authority of individuals, few of whom appear, 这是指什么呢? 这里的this就是前面讲, 这个the society has thought proper to send forth, 就是这个团体带去的那些东西, 只是显示出来是一个vote and resolution, 就是好像有一些人投票了, 然后有一个结果, 好像就是经过, 好像他带去的东西显示了一种表决过程, 这样子的话, 这个东西只代表着什么, 只代表着authority, authority就是权威, 这个权威就是那些投票的人所代表的权威, 所以在这个例子上呢, 其实这个权威只不过是来自于一些个人, 而这些个人又没有真的现身, 现身的人又很少, 这大概是在指一个什么状况呢? 继续读下去, 就会有一点感觉啦。 伯克说, their signatures ought, in my opinion, to have been annexed to their instrument. The world will then have the means of knowing how many they are, who they are, and of what value their opinion may be, from their personal abilities, from their knowledge, their experience, or their lead and authority in this state。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揣摩很久, 我揣摩那种状况, 举个例子来讲好了, 假设今天市面上有一本书, 那它上面有很多人推荐, 对吧, 是某某校长, 某某教授, 他们签名推荐这本书, 但是, 你怎么样知道这个教授或者是那个校长, 是有知识有能力的呢? 一般人就会看他们的头衔嘛, 看那个头衔就觉得, 那他们推荐的书应该是好的, 可是如果你是一个讲理的人, 你就会想, 那我要怎么样知道这件事情? 伯克就说, 那你就看看这本书写的怎么样, 这本书真的写的好, 那你就发现, 这些人推荐的是对的, 大概, 这个比喻不是很恰当, 可是我们从这个例子去了解这句话的意思, 伯克说, 这些人的签名, 应该要并到他们的工具里面, 在这里, 这些人的工具就是这个社团嘛, 这些人的签名就是指那些人的头衔嘛, 他说你这些头衔应该要跟这个社团合在一起, 这是什么意思呢? 伯克没有讲得非常具体, 但是也就是因为这样, 这是讲得好, 他的意思可能是指说, 你不要只是签名嘛, 你应该要实际参与这个社团的运作啊, 你不是只是挂名, 因为前面已经说了嘛, few of whom appear, 意思是说这些挂名签名的人, 自己都没有真的现身, 真的参与, 所以第一种状况可能是指说, 你既然要挂名, 你为什么不实际参与, 这样我们就知道, 你到底是谁嘛, 你的知识到底怎么样, 你的能力到底怎么样嘛, 那另外一种反过来说, 就是刚才举的那个书的例子, 伯克意思就是说, 那我们就看看实际上这个社团到底做了什么事, 我们就用这些社团做的事情去反推, 这些挂名的人是不是真的有知识, 所以伯克就说, 这样子的话, 全世界就有管道, 有方式可以知道, 这些人到底有几个, 这些人到底是谁, 他们给的意见到底有多少价值, 他们给的利件可能来自于他们个人的能力, 来自于他们的知识, 来自于他们的经验, 或者是来自于他们在这个国家的领导地位, 或authority, 就是他们可能是当官的, 或是贵族, 之类之类的, 伯克说, to me, who am but a plain man, the proceeding looks a little too refined and too ingenious, it has too much the air of a political strategy adopted for the sake of giving, under a high-sounding name, and importance to the public declaration of this club, which, when the matter came to be closely inspected, they did not altogether so well deserve, it is the policy that has very much the complexion of a flawed. 伯克说自己是一个 plain man, plain是坦白, plain也可以是简单, 他的意思是说, 我的想法是单纯的, 而我也是坦白的, 意思是说, 如果我的想法单纯, 我一看就知道你这个有问题, 另外我是坦白的, 所以我认为是什么, 我就说了, 这个人是不是很诚实, 很正直, 他说, 这个社团做的事情, 看起来呢, a little too refined, 好像太精致了, 就是太做作了, and too ingenious, 就是技巧, too ingenious, 就是太多心机了, 他说这个社团做的事情呢, too much the air of a political strategy, strategy, 就是类似strategy, 他说太多那种什么, 政治意味在里面, 他们的作为呢, 采取的这种政治策略的目的, 就是要, given an importance to the public declaration of this club, 简单来讲, 就是要自我膨胀, 让自己变得很重要, 那, under a high sounding name, 简单来讲, 用很高调, 用很冠冕堂皇的头衔, 大概是这个意思, 实际上呢, when the matter came to be closely expected, 当我们靠得再近一点, 我们靠近一点去看, 去检视, 我们就发现, they did not all together so well deserve, 他们其实没有资格, 不值得, 获得这么高的重视, 所以, 这些人采取的做法, it is a policy that has very much the complexion of a fraud, 这群人的政策, 他们的作为, 做法, 其实蛮像是一场骗局, 一场诈骗, 好啦, 所以伯克讲的道理是什么呢, 其实可以用论语的话来说, 君子和而不同, 君子不当, 不在其位, 不谋其政, 他的意思就是, 你没有被授权, 你就不应该去做那样子的事, 这个叫做师出无名, 对不对, 这个叫做越权, 但伯克同时也表现了, 他并不是一个就是要讲求政治权威的人, 他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能讲出一番道理, 你为什么这样做, 你的理念是什么, 你去那样子做, 那也可以, 可是, 这个社团的做法是, 并不是真的讲出了一套道理, 对错标准, 理念, 而是诉诸一种权威, 而这种权威又没有真正的公共性, 如果你只是在跟别人说, 某某某很有社会地位, 他支持我的立场, 某某某支持我的立场, 其实这只不过是在聚众而已啊, 这个就叫做结党, 结党之下, 你的立场只不过是片面, 部分人的立场, 却用了一种整体模糊的说词, 把它说成是全体人民的立场, 而博客对这件事情非常诚实的评价就是, 这根本就是一场诈骗, 今天就讲到这边,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